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演习俄罗斯派出大型反潜舰特里布斯海军上将号维诺格拉多夫海军上将号和佩琴家号中型邮轮组成战斗舰中队 先访问了日本武克港 随后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招务号去逐检核碎谈 好支援舰在日本海水域域进行了海上联合搜集演习 双方进行了通信及联合战术机动要素演练 此时 日本的老大美国在中东与俄罗斯的博弈到了关键时刻 一直处于下风的美国 不得不令PCC进从其他方向对俄罗斯施压 逼迫俄罗斯在中东尽量收敛一些 6月1日至15日 美国主导的北约都国在波罗的海地区 进行了波罗的海行动 2018联合军演 22个国家出动了50000渔民士兵 42艘战舰 一艘潜艇 以及60架军机参与了演习 这是北约历年来 规模最大的一次海上演习 出动了海 陆 空三个兵种 以及两栖作战部队 演习的地点在俄罗斯的家门口 无视驻扎在这里的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 像普京叫板的意外非常浓厚 在黑海方向美国也在向俄罗斯叫板 7月9日美国派军舰在黑海 举行大号来海上威风2018的 美国的乌赫兰联合军演 而这里驻扎着俄罗斯的黑海舰队 同样是俄罗斯的重要战略方向